BJ做情人 做一隻幫忙做一隻假 做情人 做一隻寵物是消耗 和你不守不在 最終只會成為的人 YO!這部全新升級版SD306 Plus 無線雙麥KTV 升級了什麼呢? 聲卡、喇叭和支麥 出來的聲音更加立體更加震撼 電池加大了連續用四五小時都沒問題 因為它是無線 所以你可以拿出街去朋友家 又或者無端端你想求婚 拿著麥克風播著音樂 說你心情的對話 你說是不是一定成功呢? 音樂 音樂 有了你开心点 什么都精心满意 黑如白菜也可好味 每一位理想的我曾经都冲动 抱怨于他相爱难有自由 原地此刻我会知 自我冲心的说声 喜欢你 以前就算识别了 分手这门也重要 甜言蜜语 芳华稀笑 都及我一点不要缺少 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论我自欺难的心笑 这部KTV是可以连接着 不同的平板、iPad、手机和电视的 只需要打开蓝牙 看到配对的名字叫SDRD 直接连接听到叮咚就可以了 随意打开听歌的软件 直接就已经可以在音乐上出来了 介绍一下左边的小排 左边的一个是EQ EQ是什么呢 即是陆续音效 不同的效果 有流行乐、摇滚乐、古典乐、高低音 这样按给大家试试 沿途谈谈我一我的打算 手似跟他喝淡酒 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 为何下变得如冬一灯灰 那这个是自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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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按一按GIRLOW 那我又变了女声 最右边的一个就是小朋友声 好,顺便跟大家开箱 看看有什么在里面 看到有两支无视麦 说明书 还有两条线 包装都挺实际 还有一个主机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支无线麦 这个无线麦是升级版 有一个Panel 银色最大的就是开关键 最顶的按钮就是 较大小声 下面这个按钮就是较echo 或者回音 最底下这个按钮就是搞EQ EQ 即是高低右 里面呢 都是Type C 线的充电位 都可以用回跟机那条 另外你会看到有几个按钮 这个就是开关 可以插卡 譬如你播歌 本身已经有些音乐 另外就是这个USB 一样你可以连接就是 插一只USB手指 播音乐 播音乐 播歌 你都可以的 不需要连蓝牙 旁边一个叫AUX 即是一条声的线 跟机也有跟随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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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